- 回防稍微慢了点 一方面自己接刹球的质量不是特别好 一方面就是刚才看到 它的步伐已经失去重心了 再一个就是回防稍微慢了些 看一下慢点的 所以这个球被霍腾海上网扑使 也是属于正常现象 这球是还没等它过往 飞行轨迹已经到边界外 这球还是非常可惜 非常高的一个击球点 对球的要求高了一些 尤其像除了要求它进网 也这个落点 要求它编了一点 19比14 霍腾海距离胜利 越来越近 这样也可以把比赛拖入第四场 双方的双打较量 第二双打李靖元 何真恩迎战腾景瑞希和横岩令嘉 调点 后腾海 虽然比赛拖入第四场 虽然比分落后挺多 但是我们看到 编珠还是可以说打得比较果断 好球 16比20 有点急躁 聊到场点之后 赶紧解决战斗 现在仍然有三个场点 难道会有意外发生吗 有时候场上瞬间的变化 主要也是考验一个运动员的心态 比如说刚才大比分领先很多 可以松一口气 这也是运动员常有的 另外一个就是像落后很多 无所谓 能拿一分就一分 这种心态的时候 也很好打 因为那时候没有压力 对 但到了这个时候 一方面就是像领先的人 他会很着急 因为本来应该是很可以赢的 咱们现在搞那么紧张 所以这个也会出现一些紧张的情况 那么作为追上来的人 应该来说也比较好打 但是从一开始就是从认为 无所谓的时候又看到一点希望了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 又有所谓了 对 又有变化 对 哎呀还真是连丢了好几分 20平 对 应该是连丢了5分 还是4 应该是5分 这个作为后台来说是非常不应该的 好 再次拿来长点 刚才就是你这样打了对吧 就握手了 现在